大家好呀,欢迎进入本期影片 这期影片里呢,给大家展示的是这款毛巾挂绳 它的造型看起来很甜美 关键呢,用起来还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为您忙碌的生活,简约了时间 那么我今天用到的材料呢,是这款棉线 3.5mm的勾针 我们现在开始勾织 首先我们圈勾起针 然后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勾织6个短针 6个短针之后,我们拉紧线圈 把多余的线头剪断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针目这里,勾制一个引发针 同时把后面的线头落上来 再落线 勾出 接下来第二圈的勾织 第二圈的规律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勾制一个短针 首先我们锁一针 第一个针目上勾制一个短针 放上记号扣 然后我们继续勾制5个短针 一共6个短针之后,我们拿掉记号扣 在记号扣这个位置,勾制一个引发针 我们第三圈同样是勾制6个短针 方法同第二圈 我们现在开始勾制第四圈 第四圈的规律是每一个针目上勾制2个短针 从原来的6个针目变成了12个针目 首先我们锁一针 第一个针目里面勾制2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扣 然后继续勾制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制2个短针 所有的短针之后,我们拿掉记号扣 在记号扣这个位置上勾制一个引发针 接着我们开始第五圈的勾制 第五圈的勾制规律是每隔2针加1针 首先我们锁一针 第一个针目里面勾制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课 第二个针目里面还是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里面勾制2个短针 2个短针,1个短针加针 这样就是一组花样 我们继续勾制 最后我们拿掉记号扣 在第一个针目上勾制一个引发针 记号扣这个位置上勾制一个引发针 现在开始我们第六圈的勾制 首先我们锁五针 1,2,3,4,5 然后我们隔一个针目不支 在第二个针目上勾制一个引发针 然后再锁五针 然后再锁一个针目 然后再锁一个针目 在第二个针目上勾制一个引发针 我们重复勾制这一圈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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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挂绳的主体部分就够置好了 我们再拿出我们的线 落线起针 我们一共够置30个锁针 好30个锁针之后我们把线剪断 下面我们把这个绳子穿入到我们这个主体部分 现在拿出我们这个毛巾 我们将这两个绳子分别固定在这个毛巾上 我们在后面打个结 这样我们这款毛巾挂绳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不到10分钟我们就做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影片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赞加订阅 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们就能快速的搜索到 关于我分享出来的勾针花样和技巧啦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阆 请大家订阅明 sempre 大家